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一日三餐天下不同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墨西哥早餐 玉米饼配凤梨沙沙的热情起航 二 印度午餐 大力鸡配烤饼的香料奇遇 三 美式晚餐 牛排与薯条的经典重逢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墨西哥早餐 玉米饼配凤梨沙沙的热情起航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 这个让人垂涎三尺 充满热情与活力的墨西哥早餐 玉米饼配凤梨沙沙 这不仅是一顿早餐 这是一场味蕾的嘉年华 一次文化的探险 更是一个关于如何将简单食材 转化为令人难忘美食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从玉米饼开始 玉米饼 或称作托迪亚 在墨西哥可是有着悠久的历史 想象一下 几千年前的墨西哥土地上 古老的文明就已经开始种植玉米 并将其作为饮食的主要来源 玉米不仅仅是食物 它是生活的象征 是文化的基石 而今 玉米饼以其独特的口感 和多样的搭配方式 成为了墨西哥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再来说说凤梨沙沙 这是一道色彩斑斓 味道鲜明的配菜 将凤梨的甜 辣椒的辣 洋葱的鲜 香菜的香 完美融合 它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是墨西哥人 对于生活热情的展现 是对大自然恩赐的赞歌 当你咬下玉米饼那一刻 凤梨沙沙如同太阳般灿烂的味道爆炸开来 让人瞬间感受到 来自墨西哥的热情与活力 现在 想象一下清晨的墨西哥 阳光洒在色彩斑斓的街道上 一家家小店开始盲目地准备早餐 玉米饼在热锅上丝丝作响 凤梨沙沙的香气四溢 当这样一份早餐呈现在你面前时 不仅是味蕾在跳舞 你的心也会随之舞动 所以 玉米饼配凤梨沙沙 不仅仅是一顿早餐 它是一次文化的体验 一场味觉的盛宴 更是一个关于热情 活力和创造力的故事 下次当你品尝这道早餐时 不妨想想那些古老的玉米甜 那些热情的墨西哥人 以及那份将简单食材 转化为美味佳肴的无穷创意 这不仅是一顿早餐 这是一次热情的启航 带你开始新的一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印度午餐 咖喱鸡配烤饼的香料奇遇 在探索印度午餐的 奇妙世界时 我们不得不提到 那道让无数味蕾 陷入狂热的经典美食 咖喱鸡配烤饼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 而是一次跨越时空的 香料奇遇 一段关于味道 文化和历史交织的传奇 首先 让我们从咖喱鸡说起 咖喱 这个词源于泰米尔语 Curry 源于是香脂 后来在英语中演变成了 代表用香料烹饪的肉 或蔬菜的Curry 而咖喱鸡 就是将鸡肉与一系列乳酱 蒜 辣椒 肉桂 丁香等香料 混合烹饪而成的 每一位印度妈妈 都有自己的秘方 每一道咖喱鸡 都承载着家族的味道记忆 接着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那伴随咖喱鸡的绝配 烤饼 在印度 最常见的烤饼 莫过于烤饼 Roti 和馕 None 如果说咖喱鸡是味蕾的狂欢 那么烤饼就是它的忠实伴侣 用来占取每一滴珍贵的咖喱汁 确保不浪费任何一丝香味 但这场香料奇遇的背后 其实隐藏着印度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印度的香料之路 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是早期全球化的见证 香料不仅仅是调味品 它们曾是探险家追寻的宝藏 是帝国之间争夺的对象 更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 而咖喱 作为印度香料文化的极大成者 其变化无穷的风味 正是印度多元文化的最佳体现 在享受咖喱鸡配烤饼的同时 我们也在品味着历史的深度 和文化的广度 每一口咖喱 都像是在探索一个古老的香料宝箱 每一片烤饼 都像是在翻阅一本珍贵的历史文献 所以 下次当你坐在那家温馨的印度餐厅里 面前摆着一盘香气扑鼻的咖喱鸡 和一篮子热腾腾的烤饼时 不妨想象一下 其余品尝的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一段段历史和文化的传奇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式晚餐 牛排与薯条的经典重逢 在探索美食的宏大历史长河中 有这么一对经典组合 它们的关系 比罗密欧与朱利叶还要坚不可摧 那就是牛排与薯条 这对组合 不仅仅是一场味蕾的盛宴 更是美式晚餐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今天 就让我们穿越时空 一探牛排与薯条这对经典搭档的魅力所在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牛排 牛排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当时的人们发现 将猎物的肉片放在火上烤熟 不仅能够使肉更加美味 还能够延长保存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 牛排的烹饪方法越来越多样化 从简单的炭火 烤制到精细的低温慢煮 每一种方法 都旨在突出牛肉本身的风味 而薯条 这个看似平凡无奇的配菜 其实有着不平凡的历史 据说 薯条起源于17世纪的比例时 当地人有在寒冷的冬季 切割于形状的马铃薯并油炸的习惯 以此来代替无法捕获的鱼 后来 这种烹饪方式被法国人发扬光大 成为了世界各地所熟知的薯条 那么 牛排与薯条是如何成为一对经典搭档的呢 这要从美国的餐饮文化说起 在20世纪初 随着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人们开始寻求更加快捷 方便的饮食方式 牛排因为其丰富的营养和美味 成为了许多美国家庭餐桌上的常客 而薯条 做一种简单一座 口感酥脆的配菜 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牛排的最佳排档 如今 无论是在高档的西餐厅 还是在家庭聚餐中 牛排与薯条这对经典组合 总能以其独特的魅力 赢得人们的喜爱 它们不仅仅是一顿美味的晚餐 更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见证了美国人对于美食的热爱和追求 最后 让我们以一句幽默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在美食晚餐中 牛排与薯条就像是一对老夫妻 虽然偶尔会有些油腻 但总是相互扶持 共同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美味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喜欢墨西哥早餐的热情与活力吗 你喜欢印度午餐的香料奇遇吗 还是你更喜欢美食晚餐的经典搭档 牛排与薯条呢 无论你对哪一种美食感兴趣 我相信每一道菜背后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 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品味 所以 不妨在下次吃饭的时候 思考一下这些美食背后的文化和历史 然后让我们的味蕾与思想一同启航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